大年初一,我爸家的亲戚聚在我家吃饭 二婶一如既往地炫耀我堂弟是事业编,铁饭碗 末了还不忘内涵我,学习好有什么用 还不是到现在快三十了连个家都没有 我从小就比我堂弟学习好,上的大学也比堂弟好 人人都说我将来会比堂弟更有出息 让二婶一直耿耿于怀 如今堂弟考编,结婚都走到了我前头 二婶翻身浓奴把歌唱,回回聚会不坐见我一下 好像饭菜都不香了 要是割我在外头的脾气,我当然要对她一个生活不能自理 但在家里,我只需要扮演一个安静吃饭的好女孩就好了 因为有人自会替我堆回去 二婶话音刚落,就见我乃把筷子一割,小和没加 咱们这一大桌子人都是死人,大过年的会气不会气 二婶一叶,妈,你这不是不让人说话了吗 我也是看小和这么大了,还不结婚,着急啊 专家说了,催婚是种死亡焦虑 你这年纪轻轻的,咋还得上这老年病了 我用大米饭挡着脸,好不容易才没当场笑出声 但二婶不愧是远近闻名的狗皮膏药,善善了一秒钟就再接再厉 我这还不都是为了小和好 他一个女孩,在外头飘着 你们不心疼,我都心疼 要我说,还是回来好 虽说小和年纪大了些,又被李家那小子甩了 名声不好,投婚不好找 但二婚总能找到合适的 小宿他们单位领导就挺好 二婶口中李家那小子,指的是我的狗逼前男友李明亮 我跟他青梅竹马,恋爱从高中谈到大学,谈了整整八年 我们俩出了高考考场,就牵上了手 我考上清华,他考上一本 在我们这个小城,我们曾经是叱咤风云的早恋情侣 但故事最后,他却甩了我,跟一个富家千金跑了 从此,我就成了整个小城家长教育女儿的反面典型 可千万别跟王小和学早恋 被人白玩了七八年 虽说,这是已经过去了三年 在我这早就翻了遍 但这在我家,却属于禁忌话题 我瞅着我奶和我爸妈脸色阴沉的都快凝出水了 为避免二婶挨揍 只好好言提醒他 二婶,小宿他们单位领导一个月挣多少钱 二婶与有荣烟,三千多呢 虽说没你挣得多 但人家事业单位,汉落保收,还是个领导 我面露为难,那不太合适吧 他一个月收入连我三十分之一都不到 说出去,我嫌丢人 啥玩意 二婶和我那个一直不动声色 巧眉生息,想看我笑话的二叔以及堂弟一起笑了 你一个月挣九万 你可别吹牛了 我乃冷亨,小和今年给我买个雕 都花了不止三万 不跟你们说,那是怕小素自卑 你们飞上赶着伤自尊,那也没办法 我妈也在一旁补刀 小和还在北京买房了 没跟你们说,主要是怕你们还要随份子 既然今天瞒不住了 就就连同你们大侄女的乔千燕一起办了吧 二婶的脸色肉眼可见地颓败了 然而还没来得及享受胜利的果实 就听楼下传来一阵锣鼓喧天 而且依稀仿佛在叫着我的名字 王小和,出来 王小和,不要躲了 王小和,有本事欠债 有本事你下楼呀 从阳台上往下看 乌泱泱一群黑大衣 有人操喇叭,有人操罗 正整齐怀疑的列队大叫我的名字 队伍最后 一个身着夏威夷花色羽绒服的身影 正已在一辆赠光瓦亮的汽车前 修长笔直的长腿熟悉地让我心惊 我在看他的时候 他也正好抬头往上看 虽然明知他看不到我 但我还是心虚地躲进了房间里 二婶一家一看我心虚的模样 立马仿佛当场吞下千年老人餐 一个个脸色泛红,眼睛正亮 尤其是二婶 就差下去跟花衬衫帅哥一起舞了 哎呀,小和 你这是在外头借了多少高利贷啊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这是二婶 你那房子该不会是贷款买的吧 还有奶奶那个雕 不知道现在卖了 还能不能卖三万 这是堂弟 你说你这个孩子 从小就喜欢争强好胜 我早就说你得吃大亏 酿下如此祸食 简直家门不幸 这是二叔 我奶奶张罗着 让我赶紧躲躲的功夫 二婶已经跑到阳台上 冲楼下招手了 王小和在这里 二单元一千二百零一 生怕别人看不见他 他手里还拿了一块红抹布 同一时间 二叔和堂弟 一个拖住我爷奶 一个突破我爸妈 配合默契地打开了门 一人欠债一人还 小素好不容易考上事业边 我绝不能让他被小和连累 我的好二叔死命抱住我奶奶的腿 不让他来救我 好堂弟则挡着大门 不许我跑路 小和姐 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你就别跑了 是福不是货 是货躲不过 大不了让大伯把房子卖了 替你还债 我直接一个手刀向他劈去 卖你抹个头 堂弟嗷乌一嗓子就躲开了 我略有点怜悯地看着他 这个傻孩子 其实我又没练过 我的手刀一点力度都没有 他压根用不着躲 但谁让我小时候 就把他干趴了呢 这大概就是 所谓的血脉压制吧 但很快我就笑不出来了 电梯门打开 鞋椅在豪车上那个身影 率先向我走来 看到那张脸 我就想后退 但我肥硕的堂弟堵着门 让我退无可退 我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那张见眉心目的脸 几乎是贴在我脸上 周围挤满了看热闹的邻居 在大家热切的八卦眼神中 来人说出的话 还是跌破了所有人的底线 提上裤子不认账 你当我是什么人 我想冲上去捂住他的嘴 但已经来不及了 周围所有人都被这 石破天惊的一嗓子 惊得震在原地 无法动弹 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这下完了 彻底射死了 想我王小和从小到大 在周围所有邻居中 都是有口皆碑的好孩子 虽说近年来 因为我早恋未果 又大龄被甩 生育有所下降 但大家对我的评价还是 孩子太老实了也不好 可齐萧北这一嗓子 直接让我苦心经营 多年的形象一朝崩摊 从此时大家充满欣慰的眼神里 恐怕我已经变成了脚踩八只船 玩得特别滑 想好十几个 甚至连私生子都有了的传奇女性 此时此刻 每个人看我的眼神 都堪比一百八十瓦的探照灯 我本能地捂住脸 想往家里跑 齐萧北一把扯住我 强迫我看着他 你这是又想跑 我告诉你 借你要不给我个说法 大家都别过年了 他原本一脸凶相 但说着说着 眼眶竟然红了 众目睽睽之下 搞得我愈发像一个 始乱中气的大渣女 我其实想告诉他 大家只是萍水相逢 睡了一觉 大可不必如此吧 渴望着他红彤彤的眼眶 我毫不怀疑 这话说出来 他会当场痛哭 此时此刻 我真是万分后悔招惹他 果然年轻男孩 就是麻烦 我正绞尽脑汁 想着如何安抚他 我乃已经气势汹汹地冲上来 我以为我乃要打人 急忙拦在他前头 乃 你听我解释 熟料他老人家 一把将我扒拉开 并且紧紧抓住 齐萧北的手 有什么好解释的 孙女婿 你想什么时候办婚礼 齐萧北顿时喜笑颜开 奶奶 都听您的 当然是越早越好 您可得让王小和对我负责 好好好 我乃看着齐萧北 那眼神甭提有多慈爱 好在我妈还比较正常 及时将我奶拉到身后 结什么婚 负什么责 年轻人谈个恋爱就要结婚 这不是碰瓷吗 不婚不育 方林永济 不生不养 先受恒娼 我家小和年薪百万 大好前程 脑子进水了才结婚 二神也反应过来 携倚着门框 在一旁阴阳怪气 哎呦 大嫂说的是 主要是这小伙一看 就不是什么正经人 也不知道 小和在哪里招惹来 这么一个小流氓 这嫁给他 还不如嫁给小素的领导 齐萧北刚才分明 被我妈教训得抬不起头 不过对二神 他就没那么温顺了 只见他疑惑地望着二神 问我 他谁呀 不是你妈也不是你奶 既没生你 也没养你 为什么要一直在这狗叫 二神气得一口气 差点没上来 齐萧北直接越过他 将一张卡塞到我妈手里 妈 你对我不满意 肯定是因为你现在还不了解我 我现在就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齐萧北 我家网上数八倍 都是积善人家 到我爸这一辈 发了点小财 挣下了一点家业 至于我本人 虽然不如小和师姐挣得多 但前些年炒币 也积攒了点家底 就我全带来了 不多 一千多万吧 我愿意以全部家业为聘 取小和师姐 只求她能对我负责 嗯 那张一千多万的卡在众目睽睽之下 被塞到我妈手里 饶恕我妈是经过大阵仗的 此时也不免有些手软 倒是堂弟发出银铃般的笑声 哈哈哈哈 你说一千多万就一千多万 一万多万游戏币吧 堂弟话音刚落 齐萧北身后 就走出一个黑衣大汉 大汉手里拿着一个手机 手机上打开一个银行APP APP显示卡内余额一千九百九十九万 堂弟的笑声吞在喉咙里 齐萧北热切地盯着我妈 妈 只要小和嫁给我 这钱就都是她的了 不过 有一件事要委屈小和 我这个人不如小和有能力 我们结婚之后 就拜托小和在外打拼奋斗 好让我安心在家向付轿子 这样的委屈 谁不想要呢 我看我妈的眼神里 已经写满了迫不及待 齐萧北适时挥手 花衬衫们鱼贯而入 将一盒又一盒的礼品 搬进了我家 直接把我家客厅 堆成了山 我妈见了直叹气 扭头问我 闺女 你先跟妈说说 你和这个小哥是怎么认识的 在哪里认识的 我一时语色 齐萧北居然学会了抢答 妈 我们俩是在泳池认识的 看着婶婶一家八卦的眼神 以及我爸 我妈射死的脸色 我就知道 他们的脑子 又想到下三路去了 果然 只听婶婶挑着眉毛问 泳池 那种新闻上的泳池派对 这一问 不但我妈用眼封刀我 连我奶奶都开始皱眉了 好吧 简单地说我和齐萧北 的确是在泳池认识的 可并不是什么私人泳池派对 是正经的游泳馆 自从当了董事长的大秘 我的工资大涨 可随之而来的工作也增多 我常常感觉尖酸背痛 为了更好的为董事长服务 稳住我那月入八万的薪水 几周前 我脑袋一热 吃了巨资在公司楼下的游泳中心办了卡 可问题是 老子不会游泳 并且十分怕水 准备退卡的时候 齐萧北裸着上身 穿着泳裤路过我眼前 他跟萧瘦打了个招呼 声音非常sexy 还意料之外地对我笑了笑 姐姐我也是见过大事面的 可她双开门的身材 俏皮纯真的小眼神 还是令我印象深刻 于是我的卡没退城 我甚至怀疑 这浓眉大眼的游泳馆 日常就是靠齐萧北来招揽生意的 不过不管咋说 我与齐萧北结成了学习游泳的对子 且很快从水里学到了岸上 事情是这样的 练习漂浮的时候 齐萧北把着我的手 我再三叮嘱她 让她一定要服好我 我紧张 本来练得好好的 头埋在水下憋气的时候 我感觉身体都能飘起来了 但齐萧北非说我练得不行 说着 说着手就贴上了我的腰 要把我往上抬 我感觉身体像只被翻面的大乌龟 脚后跟一下抬出水面 头却直直地往水里在 我一紧张就要站起来 谁知道人是站起来了 但脚却没着地 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 齐萧北竟然把我带到了深水区 完全是本能反应 我两腿一伸 就以一个极暧昧的姿势 骑到了他的腰上 我当时太紧张了 完全没意识到 这个姿势有什么不妥 大呼小叫的 让他赶紧把我送到潜水区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就听起萧北在我耳边呼气 你能下来了吗 此时我才发现 眼前这个看上去放荡不羁的大男孩 竟然红了脸 甚至连耳垂都红彤彤的 他不自在地回避我的眼睛 顺着他的视线 不知何时苏醒的小北同学 欢乐地支起了一个小帐篷 大北同学面红耳赤地跑了 那天的课无疾而终 临走之前 他坑坑痴痴跟我解释 我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没有冒犯的意思 当日 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花衬衫 阳光下皮肤白的发光 再配上见眉心目 怎么看 怎么像一个游戏人间的浪弟弟 但浪弟弟的外表下 却藏着一颗小媳妇的灵魂 鬼使神差的 我隔着花衬衫摸上了他的腹肌 可是 我想冒犯你 我对天发誓 这种调戏良家富男的事情 我也是第一次做 之所以 做得如此自然 又如此流畅 还得怪其肖北 真的太好调戏了 他的脸疼得红了 我哈哈大笑想走 他却一把将我扯进怀里 那又是另外的价钱了 能用钱解决的事 算啥事 想我年薪百万 花点钱养个小奶狗 那不是手拿把掐 而且 我的钱花得太值了 两天之内 我已经神魂颠倒 不知何年 曾经我天真的以为 其教练是姐姐我努力工作 造福社会的福报 谁曾想 这奶狗弟弟是老天爷派来回我的炸弹 搞在一起的第三天 我TM在董事长新拍的全家福里看到了其肖北的脸 虽然在全家福里他穿的很多 但我还是一眼就将他认了出来 还好 我们彼此还没有顾得上交代身份背景 为了保住月薪 我毅然决然地选择从其肖北的世界消失 自我消失 到回到老家 满打满算 也才三天 这个其肖北居然就找上门来了 看来 我必须要让他知道知道 社会上认识的大姐姐 为了保住工作 到底会有多么冷酷了 望着唇红齿白的其肖北 我冷言冷语 小北 大过年的 你跑到我们家胡闹 你爸妈知道吗 其肖北的脸色居然越来越红 哼 不过是个小孩 被我吓唬两句 估计也就回家了 我再接再厉 我不介意给你爸打个电话 让你爸接你回去 这下其肖北 居然倒退了两步 爸 妈 你们怎么来了 我抬头 欲哭无泪 董事长夫妇 正迈着矫健的步伐 向我走来 王小和 王我这么信任你 董事长一把抓住我的手 就在我做好了 被他抽耳光的准备时 他却将一个黑金卡 塞进了我的手里 你跟小北谈恋爱这么大的事 怎么能瞒着我 董事长平常是个不苟言笑的人 但此时站在我家门口 硬是笑得像朵葵花 小北一跟我说 他谈恋爱了 可把我和他妈吓坏了 我们就怕他爱上什么坏女人 误了终身 谁知道他说 他的恋爱对象竟然是你 我们的心立刻就放到肚子里了 我们早就想让你做我儿媳妇了 只是一直不敢提 怕你觉得貌美 我们也知道 如今像你这么优秀的女孩子 都不幸结婚了 毕竟不婚不欲保平安嘛 不过你放心 当我家儿媳妇 跟别人家儿媳妇不一样 当我家儿媳妇 孩子可以不用生 但家业都由你继承 只要你今天答应嫁给小北 明天爸爸就让你进董事会 爸爸来得匆忙 礼物没来得及准备 只给你带了一张卡 随便刷 董事长好不容易松开我的右手 董事长夫人便抓过我的左手 将一个通体毕律 在灯光下 泛着银润光芒的翡翠镯子 套在我的手上 妈妈也来得匆忙 这镯子你带着玩 回头你到家里来 妈妈的珠宝 你随便挑 右手拿着黑金卡 左手带着至少七位数起步的镯子 我感觉自己的手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富贵 董事长夫人笑盈盈地望着我 所以 孩子 你愿意嫁给我们家小北吗 所有人都在等着我的回答 我情不自禁地朝其小北看去 此时此刻 我只觉得 他周身都在散发着金色的光芒 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男主的光芒呀 我当场拉住董事长夫人的手 叫了一声 妈 我跟小北是真心相爱的 我当然愿意嫁给他 虽然 我跟齐小北 从认识到现在 也不超过一个月 但我对天发誓 此刻我心中最爱的人 他已经高居第四 我奶 我妈 我爸 齐小北 我王傲天是死守卫齐波 不是我狗腿 实在是他家给的太多了 原本 我还在担心 我的表现会让家人不适 准备跟他们解释解释 啥叫天语不受 必受其咎 但很快我就发现 是我多虑了 因为 我把我妈争先恐后地冲上去 跟董事长夫妇握起了手 一口一个亲家 叫得比我亲热多了 甚至连我二叔二婶 都加入了攀亲的大队伍 好不容易 董事长夫妇被让进了屋 酒重温 菜重热 大家亲亲热热地坐下 吃起了饭 我和齐小北 被安排坐到一起 齐小北笑咪咪地跟我摇耳朵 你后怕吧 差点就错失了当董事长的大好前程 温热地呼吸吹在我边 一股酥麻的感觉 从上往下荡漾开 我就知道这丝没安好心 我反手就在他腰间 软肉上掐了一把 你早说你是董事长公子 我还跑什么 如愿地 我看见他耳边 样起一层红韵 呜呼 真是个敏感的大男孩呢 我们俩这私底下较劲呢 看在大人眼里 就成了天作之合 董事长夫人望着我笑得见牙不见眼 小北这孩子 从小就不大稳重 我们这么大的家业 交给他是真不放心 好在 如今有你了 能者多劳 儿媳妇 今后你就多承担一点吧 越说 我越觉得 董事长夫妇 不是找一个儿媳妇 而是找一个值得信赖的 职业经理人 对我来说 还有比这更完美的事情吗 我急忙举杯表忠心 二老放心 从今以后 公司就是我家 我一定努力工作 带领其事 更创辉煌 不过 虽然我是儿媳妇 但是该有的待遇不给我 我可不答应哦 想让我免费给你家打工 那是不可能的 董事长笑得嘎嘎的 那是当然 年薪 股票 一个都不会少 家里的钱你也随便花 而且 董事长为表诚意 大手一挥 当即就要送我乃我爸 我妈一套京城大别墅 你们培养了这么优秀的孙女 女儿 必须要跟着她好好享福了 房子就买在他们小两口那个小区 走路就能到 既能互相照应 又不用相互打扰 你们看好不好 我爸妈还没说话 二婶已经抢着表示 好好好 亲家考虑得可真周到 依我看 我们家的房子就不用买别墅了 虽说我从小就拿小和当亲女儿疼 但是我是婶婶 到底隔了一层 亲家就给我们在省城买个普通的楼房也就行了 不用特别大 一百八十就够我们住了 还有我这个儿子 虽说是个事业编 但就是个扫大街的 小和贵为其事的少夫人 他弟弟是个扫大街的 说出去多跌分 不如亲家也给安排个工作 位子不用特别高 总经理就足够了 二婶年纪不大 口气可不小 董事长闹不清我家的真实情况 看样子 马上就要当这个冤大头 点头答应 我急忙挡在前头 二婶 你刚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刚不还要把小素那个离婚的秃头领导 介绍给我吗 你说人家是事业编 铁饭碗 虽然一个月三千 但配我这样北京回来的大龄圣女 绰绰有余 董事长勃然变色 这不是要挖我家小北的墙角吗 二婶尴尬地弯了我一眼 去去去 大人说话 哪有你小孩插嘴的份 董事长夫人冷哼一声 我家的儿媳妇 也是你能说的 我看你才要去去去 我们一家人说话 哪有你一个外人插嘴的份 二婶的脸清清白白 十分精彩 二叔急忙看向我奶 妈 小素可是你亲孙子 我奶摸了摸头 哎呀 我头疼 我得回屋歇着去了 二叔又看向我爸 大哥 小丽可是咱老王家唯一的香火 将来要给你烧纸的 我爸大惊失色地看着我 王小和 我死了你不给我烧纸 我差点笑出声 那哪能 我不但给你烧 就是我二叔二婶 我也不能落下 二叔气呼呼地站起来 就要拂袖而去 堂弟却一把拉住他 扭扭捏捏地看着我 小和姐 咱可是一家人 李明亮那个王八 独自欺负你的时候 我还往他家小卖部 门口资过尿 你现在富贵了 就不管我了 我跟李明亮分手的时候 李明亮给了我一个 无比扯淡的理由 跟你在一起 我永远也不可能 在这个城市 举办一场盛大的婚礼 后来 他的婚礼我去了现场 他和他的附加千金 在五星级酒店 开了101桌 除了他爸他妈 没有一桌是他的亲戚 这事在我老家都传遍了 大家都说 老李家把儿子卖了 还没卖上一个好嫁 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 李明亮他妈开在楼下的 那个小卖部 就经常有人去资尿 没想到 其中竟然有王小素的一炮 我拍拍他的肩 表示很感动 干得漂亮 有你这泡尿 姐从小就没白揍 不 白疼你 我正琢磨着 要给堂弟画个什么大饼 就见齐小北已经站了起来 妙得好 小素是吧 你从今往后就跟我混了 哥带你发财 带你飞 小丽很不信任地看着他 我还是跟我结婚吧 你一个家庭富男 有什么前途 齐小北摸了摸鼻子 十分尴尬 董事长夫人笑咪咪的 王小素的手里 塞了一张卡 好孩子 这一百万 你收下 一百零八平的房子买不上 付个首付 绰绰有余了 好家伙 一泡尿 一百万 搞得我都想当场 跑到楼下去资一泡 这一天 我家里人都欢喜过了头 以至于完全忽略了一个问题 为什么提起 李明亮和他家的小卖部 齐小北和董事长夫妇 竟然完全不好奇 就像他们早就知道了似的 因为董事长给的实在太多了 我家人一致决定要 跟我一起去享福 大家愉快地 商定了婚期之后 董事长夫妇把齐小北留在我家 就告辞了 下午 我乃迫不及待地领着 齐小北满世界 炫耀他新招的这个孙女婿 我们这是个拆迁小区 原来都是一个村住着 大家沾亲带故的 彼此之间十分熟人 我家里招到一个有钱女婿的事情 早就长着翅膀飞遍了全小区 如今 我奶奶一领人出来 看热闹的 马上就涌上来了 大家看齐小北的眼神 跟近距离 沾养大熊猫差不多 我奶奶炫耀齐小北的语气 也跟家里养了个大熊猫差不多 小和的女婿 俊吧 骑士集团的继承人 有钱的嘞 青年才俊 说的就是我孙女婿这样的 这话 我奶奶敢说 齐小北也敢听 她面不红 心不跳地接受 我奶对她的全盘夸赞 跟每个遇到的人点头 招手 微笑 我是小和的新女婿 大爷 大妈 大叔 婶子 一定要来 吃我和小和的喜酒哦 我们还能吃到喜酒呢 父老乡亲们 十分惊诧 齐小北 显得比他们更惊诧 你们不都是看着 小和长大的亲人吗 她结婚 当然要请大家吃大喜 到时候 我请五星级酒店的大厨 到咱们小区里来摆流水盐 大家记得都来哦 能白吃喜还是五星级大酒店的喜 谁不高兴呢 原本 大家对齐小北 只是看个热闹 此时纷纷感到不夸两句 有点对不起即将吃到的喜了 这孙女婿是真不错 富而不骄 小和有眼光 有福气 是啊 不像某些人家 富了就忘本了 听说那婚礼办的 连自家亲戚都没请 我奶奶听着 简直红光满面 哎呀 咱说话就说话 提那些不相干的人干什么 大过年的晦气 不过 我早就跟你们说过了 女孩子找对象 就得挑三拣四 不把垃圾捡出来 怎么挑到好的 众人纷纷点头称事的时候 我奶奶的脚步 好巧不巧地 刚好停在了 李家小卖部门口 彼时 她老人家身穿貂皮战袍 被一群人重心捧月 一般簇拥着站在中间 再加上对面那辆 齐霄北的劳斯莱斯的加持 赫然一朵人间富贵话 李家那位老母亲 脸色铁青地站在屋里 显然也听见了 我奶点她的话 就见她怒气冲冲地冲出来 王老太太 你在这指桑骂怀地说谁呢 我奶生怕她不出来 气定神贤地表示 你哪只耳朵 听见我提到你心里的了 李母一叶 我奶黑黑一乐 这年头真稀奇 还有人自比垃圾的 看来有些人还挺有自知之明 李母气得脸都绿了 王老太太 你得意什么 谁不知道你孙女是个克服命 哪个不长眼的富贵人会娶她 她的话让现场原本欢乐的气氛 一下子凝制起来 李母得意洋洋地看我一眼 神秘兮兮地拉住齐霄北的袖子 小伙子 你不知道吧 这个王小和刚出生 就把她爷爷克死了 算命地说她的命格硬得很 谁娶谁倒霉 你可千万要长点心 同样的话 三年前我已经听过一遍了 那个时候 李明亮刚刚跟我分手 李明亮攀上京城大小姐的高知 让李家的门前空前热闹 李母逢人便说 李明亮跟我分手 并不是因为她贪慕富贵 而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小和这孩子什么都好 可惜就是克服 她说算命地说了 李明亮本来能上清华的命格 就是因为跟我谈了恋爱 最后才只上了一个普通本科 李明亮跟我在一起之后 打篮球崴脚 喝凉水塞牙 诸事不顺 都是因为我克他 只有脱离我 他才能一生顺遂 总而言之一句话 他李家的富贵前程 全是我一个姓王的耽误了 他们家是迫不得已 才会逼着李明亮跟我分手 可怜天下父母心 哪个当父母的 也不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家儿子 娶一个克夫的女人吧 亲爱的孙女被人这么污蔑 我奶当然咽不下这口气 她找上李家 让对方给一个说法 谁知道李母却倒打一耙 你孙女刚一出生 就把他爷爷给克死了 你自家消化不了 就送他来克我家 你们安的是什么心 人家算命地说了 你家王小和跟我家小亮早恋 就是为了要把梅运 传给我家小亮 怪不得说老大一个姑娘 这么不要脸 从小就整天围着 我家小亮打转 原来在这等着呢 那天 我刚好路过回家 就看见李母插这个腰 跟母夜插一样 将我奶从屋里赶出来 我出生第二天 我爷爷因为赶着去医院 给我送包被 路上出车祸去世了 早些年 明里暗里都有人说我客亲 是个不祥之人 甚至连小朋友 都不跟我一起玩 但我奶却一直拿我 当眼珠子疼 他还告诉当时还年幼的我 生老病死都是天数 别听外头那些人瞎说 你爷爷一辈子没闺女 就盼着有个小孙女 成欢西夏 现在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守护你 他在天上一直看着呢 你要是哭了 他该心疼了 我奶奶不光守护了我 雷弱的心 还教会了我坚强 为了我素未蒙面 却一直爱着我的爷爷 我从小就要强 从小学起 就年年考第一 当班长 李明亮跟我是同学 他从小调皮捣蛋 上树掏窝 逃课打游戏 是家常便饭 身为班长的责任感 让我回回都要把他救回家 一来二去 李明亮就成了我的小弟 李母天天见了我 对我笑得见牙不见眼 小何 我家小亮可就拜托你了 你替阿姨多管教他 那个时候 我又何尝能想到 有一天 李母会倒打一耙说 我勾引他儿子呢 那天 我奶被气出了心脏病 我把李母的脸给挠花了 还踹了他一脚 进了派出所 李母拒绝和解 坚持要拘留我 扬言要我留下案底 人生晚晚 我冷笑 哈 我又不考公务员 我就是进拘留所 又怎么样 倒是你 真该好好担心一下 我出来第一件事 就是去闹你儿子的婚礼 李母大骂我恶毒 但还是投鼠忌气 决定不再追究我的责任 我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 接到了李明亮的电话 他质问我 为什么要打他妈 还说 你现在变成这样 真让我痛心 人家都说 穷生奸绩 父长良心 从前我还不信 现在我真 我笑了 在妇人家里给人当狗 这么快就学会狗叫了 真难得 再叫两声 给奶奶听听 他气得挂断电话 我感到脸上有一阵良意 抬头才发现 天空不知道什么时候 飘起了雪花 我一路冒雪回家 路上想明白了三件事 爱情都是狗屁 男人都是狗屎 搞钱才是正经 从那之后 我封心所爱 在职场上一路索相披靡 很快就年薪百万 直到我遇见齐萧北 多怪他的腹肌太勾人 让我起了上手 摸一摸的流氓心思 早知道会有今天 当初我就不摸了 所有人都看向齐萧北 连我都在等他的反应 不知道如果一会儿他回婚 今天他送的那些礼物 会不会收回去 我正忐忑呢 就听齐萧北扑斥笑出了声 大神 你可真着笑 你知道我是谁吗 骑士集团的独生子 您说我家娶媳妇 能不请大师把关 我不知道你请的是什么瞎眼算命的 但我们家请的大师可说了 小和他可是大富大贵的命格 不但望自己 更望身边人 谁娶了他 气运就会跟做火箭一样 蹭蹭往上涨 齐萧北一通胡说八道 却说到了我那些 最是喜欢怪力乱神的 父老乡亲的心坎里 大家纷纷露出 原来如此的表情 比起齐萧北对我一见钟情 非我不娶的爱情故事 有钱人重金求取 千载难逢的望夫儿媳 显然更符合我这些 朴素相亲的价值观 果然 这个世界上 再也没有人相信爱情 我心里不无遗憾地想 黎母显然也信了齐萧北的话 她面露迟疑之色 但嘴上却还在强撑 喝 说得比唱得还好听 要不是我们家小亮跟她谈过 我还真信了 她要真有你说得那么望夫 她咋不望我家小亮 齐萧北等的就是她这句话 这位大神肯定没听过一句话 叫有福之人 不入无福之家 不顾黎母的气急败坏 齐萧北故意在众目睽睽之下 拉起我的手 大师说了 我们小和呀 她指望积善人家 像有些德智就猖狂的小人之家 祖宗无德 子孙缺德 哪里来的福分能把小和取回家 周围人哄堂大笑 我乃更是笑得何不拢嘴 黎母气个道痒 小子 你说谁缺德 谁着急说谁呗 你要没做亏心事 找什么急 不得不佩服其萧北气人的本事 黎母脸色潮红 呼吸急促 开始口不择言 你得一个屁 认你是什么骑士集团的公子 还不是捡一个我儿子玩过的圣货 此话一出 现场有一瞬间的安静 接下来 场面一度陷入混乱 我乃率先出手 但我比我乃的手还要快 一个大笔豆 已经朝黎母脸上呼过去 你这是吃了多少年时啊 一张口一嘴大分味 你儿子卖屁股求容的时候 怎么没带你一起 论放屁 你才是专业的 又是一巴掌 黎母捂着脸 不可思议地看着我 王小和 你这个贱人 你再说一遍 我呵呵一笑 又补上一巴掌 别着急 你要是没听够 回头我给你课杯上 正好过节 我还免费送你一副对脸 上脸 树不要皮 必死无疑 下脸 人不要脸 天下无敌 横披 人至见无敌 周围响起嬉嬉落落的笑声 黎母熬的一嗓子向我扑来 小贱人 我跟你拼了 齐萧北眼疾手快地挡在他面前 一把将他推出去 大婶 我劝你善良 他可是打了狂犬一秒的 可不怕你 黎母被推了一个猎切 顺势坐在地上哭起来 你们这是欺负我老李家没人啊 齐萧北惊诧莫名 您儿子什么时候死的 这么快就没人了 这可真是喜大仆奔啊 周围人笑得更欢了 黎母气得哆嗦 坐在地上唱起来 没有天理啊 仗着有钱就欺负我呀 大家伙都看着呢 骑士集团的儿子和媳妇一起打人了 是强凌弱 仗是欺人啊 他哭着哭着就摸出了手机打110 别以为我怕了你们 我这就报警 今天没有200万 这个是没完 齐萧北也笑呵呵地掏出手机打电话 是直啊 我听说你闺女嫁了一个软饭男 叫李明亮是吧 你那个亲家不得了啊 现在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呢 咱们今年的合作就到此为止吧 是直 李母猛逼地看着她挂断电话 连报警的手都止住了 十秒之后 她的手机响起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老头 中气十足的怒吼 我不管你是因为什么原因 招惹了小奇叔 现在立刻马上给他道歉 他要不满意 你那个狗逼儿子也别想混了 那头的人怒气冲冲挂了电话 然后 齐萧北的手机再度响起来 他接起 打开免提 还是那个小老头的声音 这次却和蔼可亲多了 小奇叔 我这个亲家和我那个女婿一样 小机可里扒出来的玩意 上部的台面 您老人家大人不计小人过 别跟他们一般见识 您看 您要怎么才能满意 齐萧北笑呵呵的 按理说 你女婿就是我孙女婿 我跟一个孙子背的计较什么 但谁让她惹了你小婶婶了呢 你小婶婶现在可生气了 我看只有让你女婿 给她当众下跪 道歉才行了 好好好 您放心 我马上让那个孙子 给小婶婶下跪 您看 咱们先在视频里下跪 回头我再带她去您家里 给小婶婶亲自下跪如何 齐萧北转头问我 亲爱的 你觉得如何 什么市值 什么孙子 我一脸猛逼地看着齐萧北 当天 整个小区的人都通过齐萧北临时购置的大屏幕观看了影片李明亮忏悔记 李明亮在视频里向我下跪 她痛哭流涕地表示 她是陈世美 她是王八蛋 从头到尾都是她对不起我 是她贪慕富贵 忘恩负义 她做了错事 还往我身上泼脏水 那些关于我客夫的谣言 都是她和她妈编造的 最后她向我磕了一个头 沈奶奶 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 您和书爷爷 不要跟我一个小背计较 我给您磕一个 视频里的李明亮 卑微 下贱 像一条狗一样 这一刻 关于我曾经爱过一个人渣的事情 终于在我内心释怀了 我是个俗人 在我被李明亮背叛之后的几年里 无论我面上装作怎样云淡风轻 但只有我自己知道 她给我带来的伤害 从没有过去 每每想起这个名字 都让我生理性的净乱 恶心 尽管知道 自己过得好 就是对渣男最大的报复 但还是会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无数次觉得不甘心 凭什么 她做了那么恶心的事 不用向我下跪道歉 而当她终于向我下跪的时候 我感觉一直藏在我心间的那口浊气 终于烟消云散了 齐霄北凑到我耳边 牵起我的手 这个新年礼物 你喜不喜欢 我望着笑得跟朵花一样的齐霄北 问出了心中的疑问 齐霄北 健身房不是咱俩第一次见面吧 老实交代 你爱我多久了 齐霄北的脸又肉眼可见的变红了 你这个人怎么一点情趣都没有 这么直接地问出来 一点情趣都没有 齐霄北扭扭捏捏地跑了 哼 果然被我猜对了 眼前这一切 要说没有她的提前布置 打死我也不信 她对我的一切都如此了解 所以这次到底有多爱我呀 望着她的背影 我不禁陷入沉思 齐霄北翻外 我爱上王小和很久了 高三那年 我跟我爸闹翻了 离家出走 当时我下定决心 即使捡一辈子垃圾 也绝不再花齐大强一分钱 但打脸来得实在有点快 真正捡起垃圾 我才知道垃圾也不是好捡的 捡垃圾的也画片 越界捡垃圾就会被揍 那天我被揍得鼻青脸肿的时候 一个清脆的声音在身后大喊 干什么呢 在打我报警了 我回头 就看见了21岁的王小和 他穿着简单的白T恤 牛仔裤 高高扎起一个马尾 烈日下 他的圆脸晒得像一个红苹果 眼睛也瞪得圆圆的 正动射出多管闲事 哦 不 应该叫打抱不平的正义之光 亮得吓人 这个光芒 我很熟悉 就是小时候那种 我最讨厌的班干部眼里 才会有的光芒 俗称 老师的狗腿子 他们的眼睛 往往跟个探照灯似的 随时准备将发现的一切报告老师 他们不允许你干坏事 但也不允许坏事欺负你 看到浑身上下 散发着正义之光的王小和 我简直快哭了 忍不住冲他大喊 姐 快救救我 做我的人是这周围一个挺有名的小流氓 小流氓看见王小和 吹了声口哨 悠喝 这小娘们长得不赖 让哥们舒服 小流氓垂涎欲低的眼神 让我很不舒服 我怕害了王小和 又冲他大喊 姐 快跑 但王小和根本没跑 他抡着书包袋子就冲了上来 然后那个小流氓 就被他的书包给抡趴下了 真知识就是力量 我目瞪口呆之际 只见王小和又狠狠一脚踹在流氓命根子上 我这是替你妈教训你 从此你给我记清楚了 天下女人接你妈 嘴巴给我放干净点 我从来没见过像王小和这腰牛逼的女人 那一刻 我想给她跪 因为太震撼了 我甚至忘了阻拦她报警 最后流氓被绳之以法 而我也被齐大强给绳之以架 我被我妈抱着大哭的时候 王小和如一个女侠一样 试了服衣去 深藏公语名 我只知道 她是一个清华大学的大二学生 她叫王小和 那天晚上 我梦里的玛丽莲 梦露头一次换了人 醒来之后 我立志要考上清华 从此 我不再逃课去网吧 专心致志 一心一意学习 我爸欣喜于我的改变 只有我妈看破一切 我看她不是想上清华 她是想上小和 我爸当即表示 那小姑娘还真是咱们家的贵人 一年后 我考上清华 然后就失恋了 我发现王小和有男朋友 刚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我极度的发疯 但我这个人 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那就是 我是个好人 我看得出来 王小和真的很喜欢那个 叫李明亮的男人 他看他的眼睛里 总是有光 我明白爱而不得的痛苦 便不希望王小和受这份苦 所以 我决定从王小和的生活中退出 我用炒币来麻痹自己 没想到 运气好 竟然还真挣到了一些钱 但钱越多 我就越空虚 人家都说 情场失忆 赌场得意 我挣的钱越多 岂不说明 我跟王小和这辈子都不可能了 就在我越来越空虚 越来越有钱的时候 突然发现 王小和失恋了 我果断卖掉所有的币 决定金盆洗手 我向上天祈愿 只要我能跟王小和洗劫良缘 我愿意把我一切的钱都给他花 赌场失忆的我 这次一定能赢得他的放心吧 请不吝点赞场